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他又有哪些新新闻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说 中美贸易谈判代表会安排在8月29号稍后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 但他也并没有解释说这个不同级别究竟是什么意思 白宫的官员指出说中美双方仍然在多个级别的沟通 所以说特朗普26号曾表示说他和中方通过了电话 还说这个中国希望达成协议并且是重返谈判桌 但是对于这个特朗普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却回应说 对通话仪式不掌握也没听说过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29号在例行纪酒会上表示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确实一直保持有效的沟通 但是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 他指出说正在与美方讨论中方经贸团队9月到美国磋商的问题 指目前最重要的是双方为继续磋商创造必要的条件 是的 高峰重申说这个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强调中方具有充分的反制手段 但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呢 应当先讨论取消美国对中国新一轮的加关税行动 并且希望美方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推动中美经贸问题的妥善解决 是的 看得出来中方的态度呢 还是挺坚定的 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 特朗普先生提到了中方会和他举行不同级别的磋商 对 在这之前呢 大家有可能会遗忘了中美贸易战的一系列的进程 对 在这里上面跟大家梳理一下 最从5月份开始吧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就属于比较破裂的状态 对 6月份习特会之后呢 重启了一轮谈判 对 但是我们看到效果并没有很明显 可以说是反而有升级了 对 对 那么美国在8月份的时候呢 是推出了他的制裁措施 是 再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25%的关税 是 分别是从这个9月1号和12月15号开始 对 中国呢 8月23号的时候也是开始这个反击了 是 从9月1号12点01分以及这个12月15号12点01分开始做起 对 对这个大概就是近期的一系列的进程 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程当中美方都是处于一种反复无常 对 特朗普的政策也是这个变化多端 你觉得除开他的选民哈还有谁能管管这位比较疯狂的特先生呢 对 这个就让我们感觉到呢特朗普似乎呢现在来讲过去大家都认为美国啊是世界第一强国嘛对不对 那美国总统那不在话下那又有一点那种像皇帝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可是美国这个国家当年在建国的时候呢他就是为了怕总统变成皇帝 把美国啊变成美帝对不对啊 对就是没有那种自由民主 所以当时他在制定的时候呢这些开国元勋呢就把这个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做了个分立 是 那牵制总统呢谁能牵制总统那就是美国的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国会议员可以去牵制美国总统 哦那除开选民这些人是可以管管他的比如说弹劾你啊我纠正你啊或是必要是传讯总统到国会来做报告在某一些事情上 虽然呢美国的体制啊总统啊有什么对外宣战因为电影里面总统出门的时候啊都要带一个皮箱里面呢一打开就是可以按那个钮 然后就发射核弹攻击什么对方就是核报复的最后决定啊在这个三军统帅的手上 但是呢这个毕竟来讲不管你今天要做些什么事除非突发状况一般还是要经国会同意 对 可是我们看中美贸易战就想问一个问题啊 是谁同意他开始打这场仗 可能他自己吧 内心另外一个他默许了 对而且这场仗呢从一个原来的这种所谓总统的权限 似乎现在已经跨到了国会的权限 他有一点这个原来 凌驾于国会之上了 对啊因为有很多东西必须经过国会通过 对不对然后呢再去做的事情 他往往就以他的行政命令凌驾在国会之上 对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观众群体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常常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一些话 和他的发言人表达的一些意思都是不同的 他常常可能就是脱口而出一些政策了 帅对不对但问题是总统你还是要有法源基础讲话 没错 不能乱讲一通啊 你看他的那个做法反反复复 变来变去就是因为他有时候脱稿演出之后呢 他幕僚跟他讲说报告总统大人啊 你刚刚讲那个不对啊不能这样讲 所以他又又又回来又过去又回来 反正就一天到晚再纠正 我就觉得他就是那个就是bug 然后后面的人就像那个补补丁的一样 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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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这个大概国会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国会要发挥 能够去对总统制衡的力量 你觉得现在还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没有 当然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啊 你护航嘛对不对 大家都同党同治啊 那无可厚非 美国现在民主党的这些国会议员啊 就是看着特朗普啊 往那个那种有一点失控的状态走 其实从这种阴谋论的角色啊 我等着你跌交 我等着你出错 对不对 到2020的时候我保证你选不上 因为2020的投票是11月3号 你牛你没关系 你代表共和党 你能抓到一些蓝领的票 但是呢你把美国经济给搞垮 你看看11月13号的时候 美国人卖不卖你的账 所以民主党啊 就某种角度来讲 嘿嘿我就看吧 你就奔嘛 看你奔到哪去 就掉到悬崖 对不对 有可能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各怀自己的 这个内心愿望在行事 政治就是丛林啊 丛林里面只有老虎啊 是我们来说到这个老虎啊 看看这个一向非常虎派作风的特朗普先生 说这个中美两国要进行 下一轮的经济磋商了 是9月嘛好像预计 对预计是9月 上一轮磋商其实是在中国的上海 对 已经有点淡化那个政治色彩了 对 改在了上海 那你觉得这个第13轮磋商吧 效果会怎么样呢 9月啊 我们算算日历啊 9月过了就几月 10月 10月的第一天 这个中国的国庆阅兵了要 那今年是建国 70周年 那就中国的这个新中国的这个建国到这个今年的10月1号 这个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是 代表新中国呢 从一个零到今天能够站在世界强国的这个位置上 那对于这整个中国政府来讲 在这个节点上你要无条件对特朗普的要求做出妥协 我讲真的 你换任何一个人当家 他都做不下去啊 对不对 妥协说 美国怎么怎么妥协 这是什么时间点 对不对 又接近在10月1号国庆这个重要的日子 没错 那你9月份妥协 然后松口 所以13次的这个 磋商无果 肯定 对因为大家可能有一点遗忘了说中国想要达成协议 必须美国要遵守三方的原则 对 第一啊 他就说取消中美冲突以来所有的关税 第一个我就觉得美国不不仅没有取消还加码 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对 再来看到第二个是美方不得已结构性改革之名 介入中国的这个司法和内政 你看这个美国现在不仅仅是在经贸之上了 反而要求你在开放市场或者是在这个数字网络方面 你要可能要更改你的法律了 对啊 中国怎么可能让你干涉我们自己的法律和内政 对 这个两个就完全不行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短期啊解决的概率非常的低 但是呢 特朗普他本身又有这种面对选民的压力 要感觉到呢 中美之间呢 还是一个进行式 还是得要谈至于有没有态度要百端正 对对对我们是还在谈啊还在谈啊 只是他可以解释给他选民听是 中方不跟我谈啊 对不对 但他其实心里很清楚 在这个节点上 你那个9月的会面呢 实在是还不如拖到10月后了 就是阅兵完之后 对因为也中国并不是说在阅兵后就态度会很松 而且从过去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态度是满坚定的 所以特朗普其实他必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认清整个你的对手之外 要认清自己 在这个整个大局横观之下呢 你必须就是要看清楚现实 对不对 那今天的中国跟今天的美国 其实特朗普心里很清楚 你怎么样在这中间达成一个协议 你这种所谓的用关税咄咄咄逼人 反复无常 中国已经不吃这套了 但是你想啊 就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而言 他们之间的一个较量 对于美国来说 他的筹码那就是关税了 因为相比于中国 比如说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东西 我们相比较来说 肯定中国是在关税方面吃亏的 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说特朗普就不断的加码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 他唯一能够 不是唯一吧 他比较能够拿得起的就是这个货币了 所以说两边都在这个方面 也就是相较不下 那当然呢 这个特朗普也知道呢 他过去用这种关税 对付过很多国家 基本上都能奏效 那这一次呢 能不能呢 在中国上面奏效呢 他大概非常的意外 没想到呢 中国基本上呢 这个打不趴 越奏好像还越凶 对不对 所以他不断的加码 其实他有一点 讲真的他有一点慌乱 你今天中国再不妥协 他是不是把25变成55 对不对 你15变成什么45 就随便你一直加 那你要加到什么程度呢 他知道因为你基本上加关税是双刃间 对 而且对于中国自己的内部来讲啊 他确实也有一直在给中国民众打这个预防针 说这是一场啊 中国经济现在虽然说是下行了 但这个确实是一场中国现在面临的拉锯战 和长线战争 所以说我们要一致到底 但是特朗普对他的选民就是不断的 处于那种情绪的安抚 但是大家自己也不是傻的 也能够看得出来 经济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他们自己在贸易战当中并不是得力的那一方 是 因为人啊 还有一个心理 同情呢 弱者 那过去呢 全世界很多国家 在看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大家觉得呢 本来是五五波 后来就发现哦 特朗普好像有一点点 在那种仗势欺人的感觉 对不对 一直死咬不放 把最后的底线怎么样怎么样 不断的加关税 然后呢 大家其实呢 所有全世界其他国家也非常担心啊 中国如果今天真的被美国啊 给打倒退了 其实是大家止亏 像德国 法国 这些一大堆国家 巴不得啊 周北贸易战早点结束 这个中国呢 继续富强 然后买很多德国汽车 法国红酒 对不对 拉飞 对不对 大家都很高兴 多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把中国给弄插了 那以后谁买我们的东西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去做那个 民主表决啊 说赞不赞成中美贸易战 那一定是不赞成的多 对 就是在高峰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说你看美国这个总统特朗普 都说要用自己的命令 把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来了 高峰说现在的这个整体 全球经济的局面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 没有办法切割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现在 比较这个确切的是 要让美方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 他现在有一点起虎难下 因为呢你已经呢 譬如说打仗吹了几结 后大家撒 撞到墙上 那你是继续往墙上撞呢 还是就摸得鼻子回家 他现在有 好像摸着鼻子回家没面子 对啊 人家就说你刚刚不是很冲 怎么又回来了 对不对 但他如果再往前冲 他还是撞墙壁 他觉得可能他们人多 可以把那个墙壁给撞倒 他原来以为呢 他一步就可以跨过去 但没想到那个墙壁 现在城墙变得很高 可以伸缩的 对不对 变得很高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 也就是看到中美贸易战 我们常讲老生常谈 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这各方面 还是要加油加油加油做好准备 真的是一定要真的加油 因为你平常没事的时候 国泰民安 大家过得好日子在那过 但是当这种 你看外面危机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底气 对 要有要有本钱 正是这个中美贸易战 是一个好时候了 对啊 刚刚好可以不要说 就像妈妈说小孩不乖一样 对不对 别人说你就进步快一点 对不对 有压力 我想讲到这里呢 特别还要感谢很多朋友 尤其是一直以来 对新闻金日谈的支持 因为新闻金日谈呢 除了在纽西兰境内 透过电视跟广播 这个还有这个APP啊 iha Radio直接播出 同步播出之外呢 我们更把我们的节目啊 为了服务全世界的朋友 每天都会上传到YouTube网站 是的 对不对 那非常谢谢大家 每天对新闻金日谈的支持啊 让我们的点期量都能维持 平均大概有五万吧 对 在这里要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从五千一万 到今天的五万 都有大家的支持啊 那当然支持之外呢 一定呢 这个还要推荐好节目 那这个礼拜呢 周末要来了 我一定要推荐一个好节目啊 给大家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三妹啊 她做了一档节目啊 那这档节目叫做 小主播大世界 没错 对 那当然呢 这个因为今天老王啊 去可必不在家啊 基本上我们就自己介绍对方的 不否则介绍自己就变老王了 因为新闻金日谈呢毕竟是这个周一到周五播出 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啊好想念就是 这个David老师好想念Summer哪里去看呢 对这个我们周末呢也是有两档节目的啊 然后Summer这档节目叫做小主播大世界 当然是以少儿节目为主了 大家也可以看着开心一下 全家一起看 对看着开心一下 爸爸带的儿子女儿一起看 没错 当然呢David老师大概就不用说了啊这个新闻点评 每周都有 是新闻点评呢当然来讲呢它是一档这个比较 一个钟头讲一件事情的节目 那当然呢需要花费各位一点时间 但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某一个新闻事件的背面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就是我发现新闻点评它就是每一次就是一件事情 但是深入分析和咱们新闻经济谈就不太一样 可是我讲真的我一个钟头觉得都还没讲完 然后时间就到了 所以那每次都很不好意思啊 就是最后呢都总觉得还是有漏掉一些没讲到 那当然在这个礼拜明天即将推出的呢 是讲到美国的产业 那当然是从一部叫美国工厂的纪录片 带入讲到美国的产业是不是真的空虚了 美国的制造这种能力是不是真的下降了 欢迎各位啊明天准时收看新闻这个点评 好的那这个我们介绍好玩好看好听好玩的节目之后呢 我们稍微休息待会继续新闻今日谈一会儿见 一会儿再见咯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的第二段 我是David政经纬 大家午好是Summer 是再来我们来看到呢 还是美国啊 这个企业啊 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之后呢 他们在这个无奈的情况之下 采取了行动 对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就是给这个总统特朗普写信了啊 是 那么美国是数以百计的商界团体 在8月28号的时候呢 是写信给特朗普政府要求他们撤回或者是延后 最近宣布对华实施的追加关税 否则呢 他们提到了这个成本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对美国会造成强烈的打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28号的时候宣布说 将分阶段在9月1号和12月15号的时候 对总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税率呢 是由10%提升到了15% 目前呢 正在征收的25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的关税呢 会由10月1号开始 从25%提升到30% 目前来说是有超过200间的鞋袜企业表示说 15%的关税将影响几乎所有的皮质鞋业 这样也令美国消费者每年会额外增加40亿美元的支出 另外呢 也有160个商界团体组成的联盟 也是会发信给特朗普政府 请求说全面压后对中国进口货的提高关税 以免打击美国消费者从而损害美国的经济 是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游税团体啊 他们现在呢都挺着急的 希望呢能够游税啊 这个政府呢 在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的关税不要加那么多 不然他们都活不下去啊 对按理说这个就如果以特朗普的思维 就是一棒子打下去 那这个就把你打的这个球叠叠告奶奶的 但是现在好像并不是这样 是他本国的消费者说 那你转嫁到我们身上了 那对于美国自身的经济也是非常大的打击 当然哦 因为你刚刚讲吧 鞋子 对 日常用品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就是反正大大小小的东西 那个比例大概都蛮多的 大概从40%到70%都是依赖中国制造 对而且呢这些本来就是这个我们说日常用的消耗品嘛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些啊怎么讲商界团体写信给这个特朗普政府啊 以及这个特朗普本人你觉得这样的写信会有没有效果呢 因为我们刚刚刚都讲了说好像国会和这个都民众都拿他没有办法 你给他写一封信就能扭转局面吗 是当然这个就是美国政治的特殊性啊 大概在美国政治特别明显有些人的政治呢也有 但是呢这个并不是那么明显就是在美国华盛顿啊 大概有一万多人呢他们从事的工作叫做政治游说的工作 有一万多人这里面呢有一些是曾经从政过啊 当过这个地方的议员或国会议员啊或是政府官员啊 那有一些呢是这个比如说商界的 他应该是属于比如说绿色环保团体 一直从事工人什么权益争取啊这这批人 还有一批呢是以前可能在政府部门啊做小职员啊 他对于政府的整个运作结构呢 那这大概三大类他们出来之后呢就去公关公司啊上班 那这个公关公司呢全部集中在大部分大部分集中在华盛顿 这个区域里面有一条街全部都在这里 有一万多人在那上班啊 就是这个职业叫政治游说 对他们就叫公司叫公关公司 他们的工作叫政治游说 那什么人去找这些政治游说呢 譬如说企业 譬如说今天有个大药厂 他们希望政府立一个法 能够呢让那些 譬如说有的药品能够进行这个人体实验 或者是游说什么的 那他们呢这些游说公司啊 就去找这些政治人物 说哎呀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立个法啊什么什么就过了 那当然呢这个是有对价关系 那事后呢这个药厂呢 就应该在这个议员啊 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政治现金上你自己要表一下 对不对 因为过去我们都说提前办理 但是呢在美国啊 这个提前办理的这个数字呢 有些人说啊 不输啊不输其他国家 大概美国每一年呢 这种就是因为游说之后的企业 政治现金是30亿美金 所以说他是一个可以讲就是一个产业链吗 他你说他违法他也不违法 他是合法的对不对 就说这些游说公关公司的人呢 他们是每天呢在国会进进出出 他们都要申请 但是他不是里面的就是公职人员 不是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就等于是在这个 呃那个穿梭啊跟这些人接触啊 跟政客吃饭啊 跟他讲话讨论啊 之前是有就非常基本上美国的政治 都是会有这些游说团体去 比如说想要成立一个什么法律 都是有去关收和留税的 那就目前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来说 这个也是这个商界团体就发起的一项活动吧 对当然呢这个写信是第一步 就说有这种声势先写信 那这第二波就来了啊 那现在美国这些国会议员呢 大概都被这个公关公司就盯上 盯上之后呢就跟他们讨论啊解释啊 说如果你看这个白宫啊加了关税 我们呢这个业绩啊掉掉掉 那明年呢这个选举呢捐款呢就少少少 这个大概要跟他分析一下 对不对 所以啊美国这个政治游说啊 它是一个行之有年的一种方式 那在纽西兰呢我也去查过 有三家公司在国会是登记的 那这些人呢他是申请 他可以在国会啊这个大厅啊走来走去 也算是一个怎么讲呢 国家或政府收集民意的地方吗 算不算 他又不是民意 他又是替大企业 因为大企业才付得出钱啊 因为这个政治游说很贵的 大概他们是每个月呢 大概平均普通一家公司 大概要花五万到六万 所以说就是你上面写的这个权钱交易啦 对他不是贿赂 但他权钱交易 那另外除了美国企业之外 最大的顾客就是外国政府 在美国啊 雇这些公关公司 去游说美国政府 在外交上对我国家有利 第一名的南韩 对不对 第二名呢是日本 对不对 第三名爱尔兰 没有中国啊 中国不需要游说啊 对不对 干嘛要游说 反正他不知道打他吗 要怎么好说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政治游戏啊 他们当中啊 还是少不了钱跟权 对但是呢 侧面我们也真的是可以 就是反映出这个 美国消费者和这个零售商 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这个制造业吧 是 那当然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 特朗普的压力很大 国会议员的压力也来了 因为公关公司来游说的时候 这个不是只是就是卖面子 对不对 后面都有这种存在 好 那你现在继续加关税 当然呢 你也要考虑到 因为大选年到了 除了选票 还有一个最重要 你要会能募款 那现在公关公司呢 就会给你压力之后呢 我看呢 可能真的是特朗普啊 这个两面受敌 对不对 企业 企业是他们举例来讲 Google一年啊 Google那么大公司 他一年编列的公关费啊 就是游说一千两百万 就付给公关公司的 还不包含政治现金啊 只是付给公关公司 一千两百万 游不游说成功 这个我是会给你的 对对对 所以平常公关公司是 平常就要关系搞好 你不能有事有人啊 没事的时候都不来 对不对 你有事情了 来了 你平常跟政治人物呢 就要很好 公关公司的人呢 可能跟这些政客 没事就要喝个小酒啊 打个网球啊 对不对 大家要走动 走动 当有事的时候 就比较好办事了 比如说三妹 帮个忙吧 对不对 对不对 要比较好办了 所以看得出来呢 现在特朗普累了 这两面受敌 看他能撑多久 你觉得呢 你觉得能撑到大选年吗 但是我讲真的 现在呢 就连美国很多政治评论家 CNN啊 什么这些一大堆 我看他们的评论啊 对于特朗普能不能 2020哦 这个连任哦 他们都在 都觉得说 这个很危险呢 因为 因为这个确实 很出乎大家的意料的是 以前我们觉得 他打这个中美贸易战 他会在适当的时候 就收手 对 停止 打个打成一个协议 感觉还在历史上流明了 对 有非常大的机遇率 能够连任 但是现在是处于一种 您刚刚讲的 有点收不住手的状态了 就是已经撞到南墙了 但是心还不死 不管呢 就一直撞撞到头破血流 但是问题是 这个代价是全部 美国人的经济的衰落 那这个代价就要讲话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说 你看这个政治游说 刚刚你讲了 背后全是这种大财团 大集团在支撑的 你想他们都 他们应该算是 美国经济强有力的支撑了吧 对啊 连他们都觉得 有问题了的话 那是不是特朗普应该 他们比如说 因为受关税的影响 他们裁员 那被裁掉的人 知道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打得太凶了 害我的老板 不能够赚钱 我被file掉 那那个票 还投给共和党的特朗普吗 所以他们在讲 现在最担心的是 美国经济 如果明年 开年之后 经济出现衰退的局面 到了11月 特朗普肯定选不上 对不对 对 我们756的朋友 表达说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是任何人 地球一样 经济照样运转 没有所谓离开谁的说法 关键问题是 谁需要谁多一点 弱的那一方被强的那一方欺负 也是历来不变的规律 当然变强 也不能单靠喊口号 强者也不能不可 强者也不要不可一世 对 所以就是弱的要加油 强的呢 也不要太霸凌了 对对对 因为有一天呢 这个你会老 他会大 就像大人欺负小孩子吧 对不对 终于一天他会长大 好的 讲到这里 我们稍稍休期待会 继续新闻经济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经济台第三段 我是David 郑敬伟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 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 跟这个中美啊 在贸易战之后呢 这个波及的一项 这个合作案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洛杉矶 通香港的海底光纤这个电缆啊 唯恐呢是遭封杀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这条是跨太平洋海底的光纤网络 长达约1.2万公里 造价更是高达至少3亿元 那么它是由美国谷歌脸书 和中国第四大电讯商 这个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 在港的子公司 太平洋光缆数据通讯有限公司 合见的 目的呢 当然是为了给互联网公司 提供一个更加快捷的服务 来应付东南亚的业务增长 但是呢 据最新的报告 消息人士透露说 美方官员基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 正在设法挡下这一计划 给出的理由呢 当然是对于中方合作伙伴 企业总部位于北京的彭博士 电信传媒集团存有疑虑 也对于这条电缆 将让香港与美国得以直接连接 的状态 持保留态度 据信呢 有关工程已经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展开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大半 临时施工许可证呢 9月份就要到期了 那么这个电缆完成之后呢 它是需要取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牌照 才能够正式营运的 美国国家电讯安全审查小组曾经多次批出直接连接美中两国或者是涉及中国国有电讯上的项目 但是如果说它最终拒绝发牌给刚刚提到了这个太平洋光缆项目将是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海底光缆的许可申请 也显示出这个美国主管电子通讯的政府机关正在对涉及中国的合作项目改用更加严格的新规定 是的 那也看得出来呢 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啊 这个整个中美之间的很多相关的企业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是 当然今天呢 这条线是从香港到洛杉矶啊 实际上并不是全世界第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这个光纤电缆 是 那实际上呢 这个全世界现在大概在运作的光纤 海底光纤呢 大概有200多条 对 我有看一个数据说是到达有多全球总共啊 有90万公里那么长 围绕地球的话可以围22圈 对 你看哪里都有啊 连纽西兰呢也有啊 那最重要人人类啊在发明电报之后呢 碰到一个困难 那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 那常常呢在美国的人呢 要发电报到欧洲 是 那怎么发去呢 那个嘟嘟嘟 因为那时候无线电波啊 打不远 那对面收不到 所以在1885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大西洋啊 拉了第一条海底 当时呢是那个电线 是为了嘟嘟嘟嘟发爆 还不是光纤的 这是海底电缆 对 后来呢 到了这个80年代开始换成光纤 对 能够传输大量的数据 是 第一条好像是美国到欧洲的 他们是第一条全球的 比较急 现在其实你去看 美国跟欧洲之间呢 光纤是最多的 对 因为呢这个业务需要嘛 两边哈 那当然这一次的喊咖呢 是一个国安理由 其实大家应该也不意外是华为啊 过去这些年呢 在这个海底啊 光纤上面呢 也下了很多功夫 对 因为可能大家最近我们谈中美贸易战 非常多的新闻 大家可能忽略到了其他的新闻 像是8月29号的时候呢 华为已经说了 他想和这个南美洲 通这个海底光纤电缆的项目了 从亚洲到南美 对 所以说你想这个五级时代 和这个海底光纤电缆 中国的这个势力的崛起和强大 其实怎么讲呢 其实是直接削弱了美国在这个方面 非常强势的地位 对 影响力嘛 把它等于降低 那但是呢 华为呢 这个这时候在看任正非啊 觉得它还是真有一套 那海底光纤这个东西呢 光纜啊 它实际上已经 已经这个默默的做了那么多年 对不对 压子划水 别人都看不到 都以为华为呢 以前啊 说真的没有打作美贸易战之前呢 我以为华为只卖手机 我也是 就觉得是这个国产之光 对 因为小米还好有卖体重剂嘛 还有电饭锅什么中间产品 对对对对 但想说华为 没有看到卖那个电饭锅啊 大概只卖手机啊 但是随着这个中美贸易战 发现华为哦 除了这个手机 还有5G 对不对 后面呢 还有海底光纜 它通通都有啊 这个也看得出来呢 它的业务啊 不断的发展 所以这个布局啊 蹲马步啊 蹲得好 就点铺的很广了 对 到时候你封这儿 它这儿又冒出来了 对 它还能有一个 这个发展的机会 存活的空间 所以不是最近前阵在讲 华为也在发展这种 AI自动驾驶 汽车的那种智能 这个当然汽车它不做 但它做的设备 安装在这个汽车之上 汽车就有人工智慧啊 对 对 对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华为 就是参见的这个项目啊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从5G和从这个 海底光纤的这个势头 可以看出 中国确实是崛起了 对 就连咱们的这个 新西兰的邻居 这个澳大利亚 也是在 也不久之前 8月28号的时候 宣布已经完成了这个 他们帮助南太地区 像是这个什么 所罗门群岛啊 巴贝亚新几内亚的 这个海底光纤网 海底光纤的这个铺设了 对 可现在大家不仅是打5G啊 现在是有一点 在这个光纤 海底光纤网络 有点这个 围堵中国的味道 都在加码 对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 按理说 这个是中国先提出的 想要去做 但是澳大利亚 就是说 不能让你在南太地区 太有势力了 所以它有动作快 对 这个跟最重要就是5G时代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5G时代呢 我们常常讲的云端 对 云端在哪 云端不是在你们家 也不是在你们国 天上 它是在那遥远的 有伺服器的地方 对 那这中间的连结呢 必须靠海底光纤 是 对不对 快速的传输 比如说你的手机 到了基地台 基地台呢 在云端的时候呢 它就进入这个光纤 开始去 啪 跑跑跑 可能呢 这个伺服器 设在中国 设在美国 或在什么地方 它去拿资料 对 然后再传回来 那你想想看 在那么短的时间 那这个传输的速度 多重要 对 而且你想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全球 有那么多的海底光纤 对 它确实是承载了 全球90%以上的 这个数据 跨国数据 对啊 的业务 而且呢 我也有看 那个视频说 其实你要有这个 铺设海底光纤的技术 其实特别不容易 对 专门有几家 北欧的公司 他们铺这个海底光纤 对 蛮厉害的 对 所以说 现在确实是 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了 谁要率先 迈入5G的这个时代 谁都掌握了 都要预做准备 所以你看 任正非当初做手机 它是因为呢 它发展5G 它叫做5G的手机 对 为了这个传输快 为了云端的联系 它做海底光纤 对 把这些呢 做一个整合 将来你的这个5G啊 才不会觉得说 好像缺胳膊掉腿 对不对 不够完整 所以它看得出来 它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啊 将来当然呢 这个别人会用很多理由 继续去卡华为 但是不能否认 华为现在在全世界 所有通讯业者当中 它应该是面铺的最广 对 对不对 就普遍撒网 它不像别人只做 这个基地台 对 或者只做手机 或者只做海底光纜 它全部都在手上 对 所以说在 所以想到这还蛮可爱的 它 对不对 我们普遍撒网 重点培养 是 对不对 对不对